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把这个素材所有的这些可能会用到的一些音啊或者是什么音频 我先把它剪辑出来 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是以波兰哥这个音源为例 然后我把它每一个说话的每一个字都给单独剪了出来 然后给它建立了一个素材库 就是这样以拼音命名的形式来建立了一个 到时候调音的时候方便寻找 然后这一步做完了之后 我们第二步就是准备这个mini乐谱 就是这个有些同学可能自己扒这个mini谱可能会有点困难 没关系你可以在网上找 有很多网上很多这种比如说那种比较常见的歌曲都可以 基本上都可以搜得到的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里拿我自己的一个工程作演示 就是我在这个里面把这个谱子扒了出来 这是一个动漫的OP 底下这个钢琴就是我扒出来的mini乐谱 然后它在这个钢琴窗里面显示的是这样的 这mini乐谱怎么看呢 就是主要是看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这个音高 在这个你看它这个音高 比如说它这个音是这个A sharp4是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4是代表是多少频率 就是反正就是你知道 只要知道它这是A sharp就行了 就是就是深A然后这是深D上面就是A旁边有一个锦号的 这个是深A A呢就是这样的 它这它的你只要能认得得这个字母就可以了 到时候调音的时候麦乐谱是一一对应的这样调 然后总共是从C D E F G A B 然后循环这样子 然后就像这样你不管是你自己扒还是从网上下载好了之后导进去 导进一个任何可以识别这种mini谱的一种这种软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只要能这样显示出mini谱来 让你可以知道它这个知道这个mini音符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长度 比如说它这个是占两个格子的 你只要知道是占几个格子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你懂太多乐理知识的 它这个最小的一个格子大概是应该是16分音符 反正一般这种软件里面显示最小的这种网格 这种格子的长度都是16分音符 因为你一般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其他原理知识基本上不需要你太了解的 然后准备好mini乐谱之后 下一步就是先新建一个调音的工程 然后设置参数是这样的 Metal Design里面是这样 在这个文件菜单 然后新建新建一个新建好了之后 你可以拖一个素材进来 我们拖一个进来 拖好了之后 然后在这个轨道上我们双击它 好 第一步呢是设置它的这个取速 还有相关信息 我们在这个窗口这个菜单里面选择选择这个 第一个这个东西 好 弹出一个这样的窗口 第一步取速在这里设置 首先我要看这个 我的这个Midi Midi这个取速是多少 我要按照这个Midi来 就是一样的 你看我这里扒的谱子 这个软件里面显示的是 它的速度是82.5 然后我这个里面也要设置为82.5 在这里双击 然后输入82.5 然后然后这样这样基本上可以了 然后如果那个的话 你还可以 就是其实也可以不用现在设置 你可以在这里设置设置一个 就是这个长度 就是这个循环区域的长度 就是在这里设置 比如说我这个 我这个8的谱子总共有多少 你看 一个两个三四五六 看到看到这数字没有 这就是呃总共 占了六六个小五个小节的长度 我这里在这里输入一个六 然后我调音的这个范围 基本上就在这个呃第一小节到第五小节 这个范围里面来 然后这个设置好了之后 还有一个地方设置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显示这种最小网格的设定 一般的曲子都是16分音符 也就是这里面显示的这种最小的一个格子 就像这种线 比如说这个音占两个格子 它一个格子呢就是16分音符 然后我们在卖的底里面也要设置跟它一样的 就是在这里 在这个看到没有 这在这个右上角有个非常不显眼的一个地方 有个黑色的一块 我们点击它 等一下我要把它缩小一点点击它 弹出一个弹框 然后我们选 选择这个16分之一 就代表最小的这个单位就是16分音符这样子 然后现在就和这个这样子的话 就和那个你的这个MIDI 可以看MIDI的这种软件里面的这个显示是一模一样的了 然后就可以对照 接下来就可以对照这个进行调音了 你看比如说我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看一下这个音符是这样 是这个在这个升A 就是A sharp 然后4这个范围 但是这个4跟这个MIDI里面对应不一定是4 所以这个你要凭感觉去调 就是判断它的这个音高到底是在哪 然后我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音要调到 调的跟它一样的是这样的 我看 我先看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是 你看这里是1是吧 然后1你看有数多少格子 你先数这种比较粗的线 总共一个小节里面有4个这种比较粗的线 一个数这是1 然后这是1过来 然后再过两个小的这种小16分音符这个线 然后是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melody里面找 你看这是1 然后过了一个比较粗的格子 就是4个小格 然后再过两个格就是6格这样子 把它移动过来 移到这 然后对齐 就对到这 然后就跟这个里面是一样的 不对 就跟这个里面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再调整它的长度 要把它的长度调整为两个小格子 这么长 这样子 然后我把这个拉伸一下 拉到这么长 这样就这样就一样了 然后再调整音高 音高是刚才是A下不是吧 我们调到 你看它这里显示的是 跟这个是一样的 有的可能显示的是一种降号 就是 这里显示的不是A下 它可能显示的是降B 看一下是怎么弄的来着 我忘记了 是这样子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只要记得这个A的上面 就A的上面是A加一个警号 然后等同于这个B的下面 是B加一个小的这个B 就是降 就是降的符号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调到这里 然后这里也可以显示出的 就是在这个左上方这里 有一个音符信息 你可以看这是A 然后警号3 但是它不一定 它跟这个不一定是对应的 不一定对应的是A4 它可能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这个记号不一样 一个是3一个是4 这个是没影响的 你自己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轻轻轻轻 然后我们听一下 是吧 然后一样的之后 你就照葫芦画表 把其他这些调的字 都跟它对上就可以了 然后就这样 我给你演示一下 我之前调好了一个 这就是我之前调的一个 你把我摸了 走位 我梦到哪里 哪里 你都把我关锥 就是这样的 好 然后这一步做好了 呃 我们就可以进行导出和混音了 然后这个是以后会出个教程 说一下混音方面的东西 然后呃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 然后咱们下节课再见